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好家好網台,我是Eric 今天我們回顧一下2020年列治民山Richmond Hill的樓價走勢 平均價升了12.2% 2020年是111萬7千多元 比2019年是99.2萬左右,升了12.2% 總共新的樓價在2020年是5891萬 跌了差不多10% 相比於2019年 2019年是6500多個樓價 平均價升了23萬 其實都頗快 相比於馬克勤或更熱的區 他們是下跌20天的 總共賣了幾多個物業? 在2020年大約是3100個 升了大約7.6% 即是2019年 那它的平均價值 就是below asking 因為2020年很多區域 例如馬克勤都是101% 平均價值 平均來說都是below asking 其實可能反映到 譬如他們可能喊的價格高一些 所以真正的賣價可能未必是賣到 above 或者是demand 比例如蠻感 是可能沒有那麼大 不過其實都很厲害 因為Richmond Hill 現在來說 很多獨立屋 差不多每間都放上去 都有bidding wall 有multiple offer 即是有些未賣到 或者賣得慢 其實這個情況 其實就是可能 賣格是hold得很硬 即是站得很硬 或者他 雖然他擺個asking price 或者譬如150萬 不過其實他心目中 是沒有200萬都不賣 那麼他可能有一大堆 offer 180、190萬 總之未遇到他的價格 那麼他不賣 所以有些屋 可能你看到 或者會 好像擺了一個月 還未賣到 現在這個市場 其實如果是賣不到 大多數 大多數都是一個賣家 是想著hold out 那個price 是想著賣高一些 那當然有些可能 很少的情況下 可能這間屋 可能真的有些大問題 或者是有很多些維修 可能要做 然後 那個seller 都不肯減價 其實都是go back to price 就是價 總之價是對 其實是去得很快的 現在這個樓市 是的 那麼 講一下獨立屋 就是那個買賣 那 on average 那個sales volume 都升了11% 就是1,500多宗 Average price 150多萬 那又是 2020年都升了10% 就是相比於2019 成150多萬 就是一間平均的獨立屋 那 那 媽屋 那媽屋 就升了很多 就是那個volume 升了14% 那 就有157宗 那 那個 平均價 是924,000 就是這個媽屋 那又升了11% 這個condominium condominium condominium 就跌了一點 那個volume 就跌了6.幾% 那 那 那個價格 又是同漫 差不多升了超過10% 那 平均價是54萬多 是這個richmond hill 的condominium 的average price 那 這個就是列治民山richmond hill 的2020年的 樓價走勢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就是那個 變動 就是相比於2019年 希望大家可以 下載我們的app 可以詳細看得到 我們這個多倫多的樓市 就是有些什麼 current listing 或者是 就是最近的買賣價 那 在google app google play store 和這個 Apple app store 都可以下載到的 還有希望你可以 subscribe to 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多謝大家